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吃鱼 上个月我们一起去西藏旅游的时候 他嘴饮饭了就到处找鱼吃 结果问了几家餐厅都没有找到鱼吃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西藏人大部分都不吃鱼 问当地的一位老人 为什么西藏人都不吃鱼 这位老人说不吃鱼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般因为西藏人没有吃鱼的传统 二是因为水藏 然后这位老人说 刚好这附近就有个水藏的仪式 可以带我们去看看 结果我们看完后 我的那位朋友现在一踢到鱼 就快吐了 在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水藏 水藏其实就是在喇嘛的主持下 把身体放在水里 让鱼儿啃食它的肉体 让它好去超度 如果身体能沉在水里 就表明它在生前做过不好的事 然后就让它随水流而下 所以大家去西藏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当地的风俗禁忌 不要随便吃鱼 特别是当着藏族同胞的面吃 更不要问藏族同胞哪里有鱼吃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到西藏的湖里去钓鱼 被他们发现了 罚钱是小事 说不定还会被打 如果你是到圣湖里钓鱼被发现了 甚至还会有更大 江西德勒,我是卓马 我们是做香港,澳门,台湾 以及海外华侨同胞 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 atgmail.com